经常酒精中毒的酒鬼朋友都知道 喝醉了第二天还想去酒吧 但死活起不来的那种感觉有多难受 哎 于是我们今天就专门为这样的朋友 准备了这种酒吧风格的房子 先别急 跟随镜头让我细细到来 一打开门 昏黄灯光走栏画框 酒精的味道欲盖弥彰 这小棍 酒鬼朋友再多 鞋都塞得下 走廊也有那味儿了 你抬头看这横梁 不是水泥裸露 而是壁纸保护 朋友来了 衣服一挂小包一放 无罪不归 哎 这给朋友准备的礼物吗 好重啊 好像是真的 拍一张 好的 拍了一张客厅照 这又再明显不过了吧 上面架的路易十三 下边倒台被放大餐 对面坐几位喝酒的憨憨 后边厨房还给你猛猛报单 客厅摆个电视放一念关山 然后你就把门一关 铁链一拴 把心放宽把酒延欢 不喝到醉生梦死天昏地暗 太乃招首阎王一盼 谁也别想走 睡觉的地方都准备好了 你睡卧室 他睡沙发 一觉起来酒杯一抓 走着 卧室设计也很温馨 喝得再多浑身发冷 都能给你治愈 阳台准备了爬梯 好让你爬到楼上 邻居家发酒疯 洗面谈啊 浴室啊 都在卧室里 充分保护椅丝 酒气熏浅的衣服 顺手扔洗衣机 也不用担心你喝对的朋友 强制给你减肥皂 朋友想上厕所了 卫生间就在外边 在客厅走廊左边 盛序的朋友 经常上厕所 也不用进你卧室 完美 你还在等什么 叫上你的酒鬼朋友 一起来快乐吧